以你們現在的胸懷 去看當年的那個前宮部習班 發生在戲裡面的角色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怎麼帶入 你們的所謂的可能同力心也好 同感也好 我其實就是把自己知道的這些忘掉 就試著去忘掉不要去想 就是重新了解 好像重新認知這一切的世界這樣 他跟我們聊很多那個時候 普遍的人對於同志的看法 這等等的 還有包括談戀愛 還有就是一些性取向性行為這些事情 在那個年代是很保守 其實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是蠻驚訝 在我開始念書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有同志這個保險套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蠻讓我驚訝到 但我就沒有特別去想 說我要怎麼去融入這個年代 我就是掏空然後重新聽一遍 老師在跟我講什麼